你現在收聽的是古太義戰第245集 好了,今天呢,古太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對於這個盤設的一些看法 那相信大多數的投資朋友這兩天應該是蠻開心的 只要你手中有全職類股或者是台子旗多單的投資朋友 應該都很開心 可是呢,有兩種人不開心 一個叫做放空台子旗的人 現在應該很想哭 那原則上 空單明天不一定能解討 空單明天不一定能解討 所以呢,很多人都想要賭明天大跌 基本上有一點點難度啦 那第二種人不開心 不開心的是誰 手上有那些所謂9月份、10月份 很強的強勢股 基本上從上個禮拜11月2號 你就一直不開心到現在 股台在11月2號我就已經跟你提醒了 部分的個股 短線高點、乙線 你不聽嘛 TUMD、TM破了你又不出嘛 很多已經從哪裡?從五日線跌到月線了 短短幾天時間 五天的時間而已 只有五天的時間 從高高再上歷史新高 短線高點已經壓回來月線了 古泰有跟大家講 古泰最擅長做極短線的交易 不管是短線的轉折 還是長線的轉折 波段 古泰都要賺 基本上有高點讓你賣你不出 現在跌到月線 請問一下要停損還是要加碼 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短線在11月2號 你自己手中的持股破TM的時候 你不出嘛 那時候還在五日線之上 你不出嘛 現在跌到月線 請問一下你要停損還是要加碼 我問100個閃戶 100個閃戶絕對答不出來 這就是你的問題 古泰已經都提醒跟大家講了 那明天的台子期結算 到底怎麼看 古泰等一下會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也一樣 在分享之前 歡迎請新朋友幫古泰在YouTube登錄之後 按下我喜歡 重點是Subscribe、訂閱、開啟全部通知小鈴鐺 古泰一戰本身不贏利 你跟我也沒有任何的對價關係 本影片的內容僅供參考 此為古泰每天自己盤後 關盤練習的Vlog 請勿以此作為實單教育的依據 影片中的任何數據 皆為公開的實實資訊 為既有技術分析之理論 且亦非為盤中即時資訊 不具有任何投資角色建議 交易本身一定有賺有賠 投資前請務必獨立思考 神聖評估並自負盈虧及交易風險 我們來看一下 在11月7號 也就是禮拜日的時候 古泰跟大家分享什麼東西 第一個叫做假動作 真喜盤 這個假動作真喜盤 如果你不懂的話 自己回去看 古泰已經解釋很多遍了 從上禮拜的假動作真喜盤 到今天你知道大盤漲了幾點嗎 你知道大盤漲了幾點嗎 所以古泰有跟大家講 你事後回頭去覆盤 你都會發覺古泰在 影片中某一個時間點 一些細節的部分 都會教大家怎麼去做觀察 你只要幹嘛 按照訊號操作 坦白講啊 你說你會到大賠 那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不要說古泰讓你大賺啊 我至少可以讓你 幹嘛 不要大賠嘛 指數這麼強 上禮拜我就跟你講了 假動作真喜盤 你還跑去放空 你是腦袋有動是不是 對不對 然後這兩天 古泰沒有錄影的時間 我一樣都會給你TUMD嘛 連續兩天 加全指數從上禮拜五站上TU 已經連續三天站上TU了 所以咧 你怎麼會笨到跑去放空台紙棋啊 對不對 你是腦袋有動是不是啊 對不對 很多人看他很強 沒有錯啊 指數很強 沒有錯啊 這禮五日現在乖禮很大了啊 所以咧 告我屁事啊 告我屁事 古泰有沒有跟大家講 TUMD 就告訴你一切了嘛 啊站上TU 你還跑去傻傻的跑去放空 你是腦袋有動是不是 對不對 然後咧 一樣嘛 大盤強勢表態 但貴買空方預留伏筆 預留什麼伏筆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上禮拜四哦 上禮拜四這一部影片 上禮拜四這一部影片 古泰有沒有跟大家講 加權貴買跟台紙棋的周首位置 只有誰沒有首 只有貴買沒有首 所以古泰在這一部影片 所以古泰在這一部影片論調 我有沒有跟大家講 指數基本上沒意外 就是如你看到的那樣繼續噴 因為台紙跟加權 周首都有首 外加加權指數站上TU 所以指數一路噴 拉全紙嘛 可是股票 我又沒有跟大家提醒 股票他周首沒有首 那亞股又呈現偏弱 所以咧 這邊古泰的定調是幹嘛 基本上 有些大戶 有些股票 已經先落跑調節了吧 所以正形成所謂的 加權指數 噴到不要不要的 然後咧 貴買咧 落到哭吧 所以呢 麻煩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我已經有跟大家講 上禮拜 古泰什麼時候跟你們講說 部分的個股 短線高點乙線 上禮拜四有講咯 禮拜二 這一部影片我也有提醒咯 連續五天時間 給你短短五天時間就好了 你知道強茂 還有一些股票 從原本的五日線 我五天時間而已哦 五天的時間 直接從高高在上 短線高點跌到月線 這就是短線交易的精髓 我古泰有跟大家講 你從高高在上 還沒破五日線到月線 你知道那價差幾點嗎 你知道那價差幾萬塊嗎 啊 如果咧 接下來月線沒手咧 再一路破下去咧 請問一下 我反問大家一件事情 你到底這邊要做多加碼 還是跌破停損 你現在在探討這個問題的時候 為什麼不想一下 11月2號 古泰跟你講了哪些東西 你現在回頭問我說 這邊到底要不要加碼 要不要停損 坦白講 你問我幹嘛 我上禮拜就提醒你 啊你自己不講嗎 你自己不遵守嗎 啊幹我屁事啊 請問一下幹我屁事啊 對不對 然後咧 這禮拜大盤有沒有強到哭腰 有嘛 跪買落到哭壩嘛 一樣嘛 然後咧 下週占看區間整理 好 下週占看區間整理 古泰有沒有跟大家講 基本上古泰看 看是看哪裡 看357 那一天給大家的TU在395 375 375到395 古泰有沒有跟大家講 來到這邊大家停看聽 我是不是有跟大家講 來到這邊大家停看聽 如果他TU有手 而且站穩 那就按照炫耀操作嘛 對不對 啊古泰有沒有特別跟大家提醒 你這邊指數要放空的朋友 一樣 如果拉過TU TU你發覺站穩 古泰有沒有跟大家提醒 你一定要嚴守停損停力 你一定要嚴守停損停力 你只要不嚴守 你只要不嚴守 基本上今天你知道大盤嘎幾點嗎 大盤再嘎了200點上去 昨天古泰有 欸這一部影片 古泰已經有跟你們提醒了 我說下週占看區間整理 沒有錯 可是行情誰決定 市場決定 古泰初步看這邊 這兩條線的壓力區還蠻大的 可是他就是可以硬生生的給你拉上去 給你站上去 古泰有沒有跟大家提醒 四口訣 一念之間一線之隔 支撐壓力攻守戶外 原本的壓力他站上去了 所以瞬間轉為什麼 就那個瞬間一刹那 他就瞬間轉為支撐 這樣聽了懂沒 古泰有在這一部影片有提醒 你要放空的投資朋友 你第一個 你要放空 要嘛來到區間上緣去放空嘛 區間上緣在哪裡 375到395嘛 啊這裡你知道當天收盤 直接收上去 這裡停損大概20點30點 你不停損 今天被尬到現在夜盤 你知道現在夜盤來到17600點了嗎 你知道現在夜盤來到17600點了嗎 離古泰跟你講的區間上緣 375到395 又多整整 漲了快200多點 所以咧 所以咧 古泰有沒有跟你提醒 只要區間上緣一突破 會吸引誰 吸引技術派的還有一些大戶進來追逐 這裡會形成空嘎空 啊你還跑去放空 你是腦袋有問題是不是啊 古泰就跟你講 這邊你要空 古泰沒有意見 因為古泰是看區間嘛 可是他今天硬生生的站上TU嘛 古泰有跟大家講 行情看不懂 你就是幹嘛按照點位訊號做單嘛 站上TU本來就是強嘎空啊 你怎麼會跑去放空啊 對不對 講完了嗎 然後我有沒有說 禮拜五的低點不破 急掌急疊反向偏多思考 急掌急疊反向偏多思考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覺 只要指數台子期 只要急殺 盤中有急殺都是買一點 你會發覺 這禮拜就是很強 急殺就是買一點 再回過頭來看一下這一張 這一張 古泰有沒有跟你定調 我說目前都還是偏多沒有錯 雅谷在昨天禮拜一 如果大家有去看盤的話 昨天不論日經韓谷 昨天都是跳空往下開 殺低 後來稍微好一點 有拉一個下影線 對不對 這樣懂得意思嗎 而且古泰這一部影片 我有沒有跟大家提醒 貴買 古泰的定調比較偏向於亞洲股市 可能有什麼事情 所以咧 部分的大戶先落跑 所以你會發覺 加權指數 上禮拜的主力就跟你預告偏多 貴買呢 上禮拜的主力就跟你預告偏空 請問一下 那你手上的股票 只要你選錯股的 這兩天有漲到嗎 跌到稀哩花啦 跌到都想哭了 有沒有 所以呢 古泰有跟大家講 基本上古泰的各國主力週月行情表 主力都會打暗號給你 你不要不信血 你不信TUMD的 不信週首月首的 不信古泰的 賠錢那是你家的事情 鋼我屁事啊 對不對 講完了嗎 請問一下 你說明天怎麼看 在講這之前 我們看一下昨天 昨天的古泰在社群這邊有發文 一花一世界 台股兩天堂 加權強到枯腰 貴買落到叫霸 這行情很難懂嗎 請問一下很難懂嗎 上禮拜五的週首月首 是不是就表示一切了啦 是不是就跟你講完了啦 主力是不是就超盤手 就跟你講完了嘛 對不對 你會發覺這兩天股票 請問一下好做嗎 你只要挑錯股票的 挑到那所謂的 九月份十月份 很強的強勢股 你跑去買多 你都會發覺 你買完就現買現套 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反而是九月份跟十月份 那些所謂的弱勢股 在上禮拜的後半場 到這禮拜開始轉強 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這就是 主力跟你打的暗號 你自己覆盤想一下 然後你自己覆盤想一下 然後勒 此時此刻的台子企業盤 如果你還感覺意外的 那就表示你還不是古代的忠實粉絲 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昨天會噴成這樣 為什麼昨天會噴成這樣 我們來覆盤一下昨天 昨天在哪裡 11月8號 這個是禮拜一 昨天開盤 對不對 好 昨天開盤 我們給他拉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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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去看一下 昨天 這是昨天 昨天 拉大一點 怕大家眼睛不好 拉大一點 昨天的開盤是不是開在這 請問一下 跳空開高還是跳空開低 跳空開高嘛 對不對 這5分K很好認吧 他跳空開高嘛 所以咧 回測 補一下缺口之後 大家去看一下 看一個問題 大家去看一下問題 古代 有沒有跟你提醒 375 375嘛 375嘛 10月份的法人換倉成本 是不是在375 對不對 這是古代之前畫的 你會發覺一件事情 古代 375 來來來 給大家看一下 好 375 就稍微移動一下 375 大家去看一下 這裡最高點多少 這裡最高點 374.75 然後咧 373 375 有沒有 這裡打到375 你會發覺 375 對於加權指數來講 好像一個幹嘛 好像一個天花板 一個鐵板 直接蓋在上面 有沒有發覺 所以呢 禮拜一的時候 你會發覺指數 幹嘛 在這邊混超久 為什麼要混 為什麼要混 很多人都說古代的TUMD 基本上 很容易都在古代的點位附近上下刷洗 為什麼 為什麼 大家去思考一個問題就好了 為什麼他不在其他的點位去上下刷洗 為什麼只願意在古代的TUMD點位附近上下刷洗 大家去思考這個問題就好了 大家去思考這個問題就好了 就表示你們所謂的那些點位不重要 他不是多空必爭之地 所以那些點位 所以那些點位根本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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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聽得懂沒 這樣聽得懂沒 為什麼他只會在古代的TUMD附近上下刷洗 因為古代的TUMD就是多空必爭之地 你那些所謂的 呃 幹嘛 你自己去看一下就好了 為什麼他寧願在375 他為什麼寧願就是在375上下做刷洗 他為什麼不想要來 不想要來哪裡 不想要來325做刷洗 他為什麼不想要來17300做刷洗 他為什麼就是只吸 只喜歡幹嘛 只喜歡在古代的點位附近上下做刷洗 因為古代的點位就是操盤所主力會看的點位 愛信不信隨便你 對不對 昨天10點多 最高點 不好意思啊 就是375啦 這一根有比較高啦 377啦 收盤還是一樣嘛 所以勒 你會發覺喔 375附近上下橫來橫去 盤來盤去 盤到最後 古代有跟大家講 你要放空的人 幹嘛 你要放空的人 來到區間上緣 因為古代的劇本 是看區間上緣 區間震盪嘛 所以來到區間上緣 原則上 大概就是頂了 然後勒 他就會往下再回撤嘛 可是你知道他幹嘛嗎 他在幹嘛嗎 他在 幾點幾分 他在1點開始往上擊啦 他在1點喔 1點喔 在收盤的前半小時 他給他往上擊啦 你知道最後一盤他收在哪裡 他收在17415 古代給你們的TU在哪裡 在394 他最後一盤硬生生能給你收上TU 為什麼主力想要在最後一盤坐駕坐上TU 他就是在跟全市場打暗號 我今天拉上TU了喔 你不要給我亂放空喔 你放空被嘎到外開空那是你家的事情 所以咧 古代有沒有跟大家提醒 古代的看法叫區間震盪 他今天把區間的上緣TU給他站上去了 古代在上禮拜日的那一部影片我也沒有跟大家講 你這邊想要在區間上緣放空 我幫助你躲過大賠200點 用停損30點換來躲過大賠200點 划不划算? 划不划算? 划算嘛 而且你比較積極型的 停損30點你可不可以反手做多? 可以啊 因為古代跟你講說站上TU 強! 嘎! 空! 你知道大盤怎樣嗎? 加權指數連幾天站上TU了 給大家見證奇蹟的時刻 從上禮拜五 從上禮拜五有沒有 一樣最後半小時拉上TU 連幾天 上禮拜五 昨天禮拜一 今天禮拜二 而且今天禮拜二一開盤 低跟5分K就宣告拉上TU了 所以你怎麼會笨到跑去放空啊? 請問一下 你怎麼會笨到跑去放空啊? 古代有跟大家講 你們傳統所學的 什麼乖離太大或怎樣的 然後呢? KD指標背禮 RSI背禮 MACD背禮 那些都沒屁用啦 主力從上禮拜的週手月手 加權怎麼走 貴買怎麼走 在上禮拜五 主力超盤手 都會直接跟你講好下禮拜他要做什麼事情 他就已經跟你打完暗號了嘛 加上TU、MD 為什麼超盤手、為什麼主力 都在最後一盤給你拉上TD 給你拉上TU 為什麼? 他什麼時候不拉 為什麼最後一盤才要拉? 對不對? 就是跟大家講的嘛 你們看的那些所謂的均線 所謂的CB CDP 所謂的其他有的沒的點位算出來 你會發覺盤中 你一條線畫上去 你一條線給他畫上去 幹嘛? 根本沒有任何意義 只有古泰的TU、MD 你會發覺古泰的點位 只要每次來到古泰的點位 多空都會在那邊激戰 激很久 為什麼? 為什麼會激很久? 因為那才是 所謂的必爭之地 這樣聽得懂沒 所以呢 坦白講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好啊今天怎麼看 今天呢 一樣站上TU了 站上TU了 所以咧 明天沒意外啦 夜盤已經先嘎給你看了 夜盤先噴給你看了嘛 好明天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明天的TU區在639 明天的TU區在639 古泰的這一條線 都沒有變過 就是676 676 676這是什麼概念? 676是什麼概念? 大家去看一下這個 啊 我看一下啊 我看一下啊 啊 7月9號的TM區就是676 所以明天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我再講一次喔 明天很重要喔 明天台子集結算 我先跟大家講 已經連拉三天了 很多散戶 空單應該 基本上 擺爛了啦 擺爛了啦好不好 空單基本上你也賺不到什麼錢 你明天也不要跑去亂放空啦 我先講喔 TU區在639 這一條線叫做676 前一個短線高點叫做633 重點來囉 重點來囉 這一個高點叫做636 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636 643 633 639 676 明天很重要喔 明天很重要喔 來到這個點 基本上啊 你要做多的投資朋友 應該是 禮拜一 你看到他收盤拉上TU了 你想要做多 指數想要做多了 就差不多要進場了 就差不多要進場了 喔 那 明天來到這裡 你說 還會不會再繼續拉 我先跟大家講啦 明天來到這邊 以 以目前這個態勢來講 古泰比較傾向於明天 因為古泰不知道等一下夜盤怎麼開 美股今天晚上怎麼收 古泰不知道 可是呢 正常而言 正常而言 已經連三天拉上TU了 明天 碰TU 他不一定會站上喔 明天如果有來碰TU 他不一定會站上喔 喔 所以呢 極短線而言 極短線而言 這邊 已經連拉三根了 你說明天會不會來一個 大 超大型的噴出 我個人是 不這麼認為啦 我個人是不這麼認為 那你說明天會不會大跌 明天也不會大跌 明天也不會大跌 為什麼不會大跌 我 沒有必要 給散戶空單解套吧 我沒有必要給散戶空單解套 這樣懂意思嗎 喔 可是呢 明天極短線 有極拉大家不要亂追 好不好 有極拉大家不要 尤其是指數的 包括一些全值類股 這兩天的全值類股拉得有點兇 坦白講啦 只是為了要作駕 好不好 只是為了要作駕 讓大家感覺指數很強 大盤很強 可是實際上真的很強嗎 有些股票已經幹嘛 開始在出了耶 你覺得很強嗎 喔 這個部分大家要特別的去留意 一樣 639 跟676 這兩個關鍵架 特別留意一下 明天看情況 只要他敢拉得夠高 古泰可能會進去 小小的放空 可是呢 這裡選擇去放空 基本上是屬於逆勢交易 古泰不建議大家 去亂做 亂空 因為古泰會看盤勢 好不好 明天拉上TU 基本上就是幹嘛 一樣呢 拉上TU強軋空 除非他破 好不好 除非他破 破的那個瞬間 你才可以空 不然不要亂空 好不好 然後點位 CDP 你們所謂的那些算價 有的沒的 你們可以自己去看啊 你們網路上的一些算價 或其他的算價 你給他花一條線 那一條線 坦白講啊 可能一根K棒就直接穿過去了 那個叫做沒有意義的點位 也是沒有意義的算價 古泰有跟大家講 一個點位要有意義 就表示 就表示 這邊多空會激戰機很久 多空會激戰機很久 那才叫有意義的點位 否則 坦白講 你們那些所謂的點位 都是沒有意義的 都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那不是必爭之地啊 對不對 多頭 幹嘛 啊 你想要拿就拿去嘛 你那個點位破了破了就算了啊 反正我多頭要緊的又不是那個點位 一樣嘛 空頭也是一樣啊 空頭主力說 啊 你這邊給我漲過去 要漲過去又怎樣 反正我要緊的 我最後防守點我根本就不是那個點位 你要漲過去讓你漲啊 反正拉高我就是不空單啊 這樣懂的意思嗎 所以我有跟大家講 反正 準不準 準度準不準 勝率 高不高 我們不要說百分之百全勝啦 股市沒有百分之百全勝 可是坦白說 坦白說 我們只是要追求勝率更高而已 勝率更高的交易 我們就值得去試嘛 就像我問大家一件事情嘛 30點換200點 划不划算 划算啊 為什麼不划算 就跟我股票當中一樣嘛 我股票停損3000 換來當天 12000 或者是換來當天25000 划不划算 停損3000塊 換25000 划不划算 這筆交易要不要做 做啊 幹嘛不做 因為這裡的風險跟報酬的比率 你風險才3000塊 你的報酬有25000 這樣懂的意思嗎 所以呢 古太常人跟大家講 像指數 你昨天區間上緣跑去空的 古太沒有意見了 可是收盤站上TU 請問一下你要不要停損 你停損30點 你不停損嗎 今天送你200點 今天送你200點 啊一樣的道理嘛 古太有跟大家講 線 只要被突破 就是 壓力變支撐嘛 線只要被跌破 支撐瞬間轉為壓力 就這麼簡單而已嘛 股票市場很難嗎 投資市場很難嗎 啊不就四句話口訣就結束了嗎 對不對 講完了 講完了 明天留意一下639跟676 我講完了 我講完了 來到這邊 一樣 聽看聽 好 一樣 聽看聽 那 古太認為啦 明天 其實喔 如果建一點的話 我如果是主力的話 我明天 會 可能 明天 跳高 然後呢 盤中 我先講好 明天盤中如果有急殺 欸 我想一下哈 好 這樣好了 這樣好了 明天如果太陽開高 明天如果太陽開高 大家去看一下開哪裡 明天如果開在 TU去附近的話 拉過TU再破TU 這邊 大家可以去短空 可是 因為明天結算的關係 因為 明天結算的關係 所以 空單 大家就當充 不要太貪心 明天我個人 覺得他就算要殺 也不會 讓 明天去放空的人 還有 這兩天 跑去放空的閃路解套 基本上是不會的 基本上是不會的 所以明天 頂多啦 小疊一下下而已 小疊一下下而已 那 古太比較 私心的認為 古太比較私心的認為 我個人覺得 他會在那邊混混混 最後 最後 一點過後 這其實很難講啦 因為 明天 這種結算 好啦 就這樣 這樣啦 明天如果 跳空開高的話 你就記得 TU拉過 再破TU 當天是兵敗如山島 可是 正因為明天是棋子結算 他的兵敗如山島 威力可能不會那麼強 那有可能就一路 可能小疊一下 然後就一路橫到 收盤 就一路橫到收盤 可是呢 如果 如果 特別留意一件事情喔 如果明天開盤 又直接在TU 或者是拉過TU 附近的話 特別留意喔 特別留意喔 主力最近的走法 有可能是幹嘛 TU附近上下 就 TU附近上下 因為前面大概是 633嘛 然後這邊639 TU在639 所以明天 大概很容易在TU附近上下 附近盤 盤整做震盪 可是特別留意一件事情 他如果這邊 盤中都沒有殺喔 如果盤中 就是這樣 開盤完之後沒多久 就一路在TU附近震的話 古泰私心認為明天會殺尾盤 古泰私心認為明天會殺尾盤 這樣聽得懂嗎 喔 那當然啦 這是古泰自己的看法 那 明天 明天盤中就 按照大家自己的盤感 還有訊號自己去做單 好不好 再講一次 呵呵 再講一次 明天拉過TU 再破TU 就是兵敗如山倒嗎 古泰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可是明天的殺 我個人覺得不會大殺 頂多小回一下而已 小回一下 因為我不會讓明天跑去放空的人解套啦 我也不會讓 前兩天前三天跑去放空的人解套 理論上是這樣 理論上是這樣 所以明天假設他開盤 我就隨便舉例啦 我們就來畫個圖 隨便舉例 不一定會到這樣走啦 古泰只是自己想一下 比如說 比如說明天 好明天 今天的收盤 今天收盤收這邊 今天收盤收 假設明天跳上蓋高 好 跳上蓋高 然後可能 譬如說 這邊附近震一下 好假設他 假設 這個 假設這一條線是TU好了 然後可能在這邊附近上下做震盪 然後咧 假設他在破TU 這裡頂多可能幹嘛 小破而已啦 小回而已 然後可能就一路震震震震震震 大概就震到手盤 第一種走勢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第二種走勢呢 古泰 我覺得最賤的走法就是這樣 我覺得最賤的走法就是 呃 童話啊 就是 最近的走法就是 明天一樣 TU在哪裏 TU在這邊 附近 然後呢 然後可能就 開盤沒多久可能就在那邊附近上下震了 所以明天 古泰覺得可能會比較洗一點 古泰基本上都看戲 然後呢可能橫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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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什麼時候 橫到大概一點或一點半的時候就蹦 明天有機會殺尾盤 我先講 明天 有機會殺尾盤 可能啦 可能 好不好 反正盤中大家自己看 沒有殺 禮拜四也會殺啦 所以 我是說指數的部分 那股票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講完囉 講完了 OK 那反正明天就看情況啦 他在TU附近古泰也不敢空啦 好不好 古泰就 明天基本上古泰會選擇看戲 不會做單 好不好 不會做單 我們看一下OTC 來看一下OTC 昨天有沒有弱到KUBA 昨天有沒有弱 超弱的 今天又站回去了 那 今天站回去 跟你的股票有關嗎 完全沒有關係耶 完全沒有關係耶 那一樣啦 古泰有跟大家講 7月11月2號 這一天很重要 TM沒站上之前 你都不要太積極 都不用太積極 好不好 你的股票 如果是11月2號高點 沒有站回去的 不要太積極呀 不要太積極呀 這樣懂得回事嗎 好 然後 今天沒有什麼話講的 多頭佔優 明天也是一樣 明天他是有機會 如果他明天能夠用開盤直接開過 開過 2176 那時候多少 21763 如果用開盤直接開過那當然是最好 好不好 那 那 這裡呢 是217 21741 21741 剛剛講錯了 口誤 21733跟21763 你會發覺今天 最高 最高打到21771就直接下來了 好 那這裡呢 是21741 今天收盤還是沒有收上 所以 極短線而言啦 反正 你只要記得這兩條綠色線 只要被站上去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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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走強 好不好 你不要傻傻的 線都被站上了 古泰一直有跟大家齊情 只要一站上去那個瞬間 壓力 為什麼可以被站上去 大家去想一個問題嘛 為什麼可以被站上去 就表示 他原本的壓力變成支撐了 我就跟大家講嘛 你今天在爬樓梯 從一樓爬上二樓 你 你左腳或者是右腳 踏上去二樓的地板的那個瞬間 你的腳 你整個人的身體是不是 已經有了支撐 因為你腳已經踩在二樓的地板 你才能夠站得穩嘛 對不對 二樓的地板 是不是你人在一樓時候的 天花板 不就講完了嗎 你在一樓的天花板 就是你的壓力嘛 啊你從一樓爬上去二樓 腳 一踏上二樓的地板的那個瞬間 你的身體是不是就有了一個支撐的作用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站穩在二樓的地板嘛 所以咧 你只要腳一站上去 基本上 那個瞬間 原本的壓力就變成支撐 不是很好理解嗎 奇怪呢 對不對 啊講完了 請問一下是要講什麼 對不對 啊講完了 那貴買指數一樣 反正這兩條線如果站上 你就基本上 股票可以稍微多一點 資金部分可以稍微多一點 我們看一下台子期 台子期 台子期沒什麼要講的 日盤 TUMG大家自己看 骨台不想講了 因為在講再多 你不理 那也沒有用 好不好 你不理也沒有用 你看今天收盤 收17593 收17593 TU區在633 給大家看一下 TU區在633喔 TU區在633喔 你去看一下夜盤的最高點 是不是就是633 很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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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泰有跟大家講 古泰的TUMG 算價市場上 沒有一個比我會算價的 你網路上那邊一堆 比如說什麼 CDP啦 比如說什麼P P什麼話歌啊 還有什麼三關價 有的沒的 反正我有跟大家講 市場上沒有一個 算價比我精準的 你在那邊亂話 亂算 古泰有跟大家講 就台子期而已 欸 1.200塊 1.200塊 1.200塊在輸贏的 那個點位是不可以亂算的 所以勒 那些廢物算價程式都可以丟了 好不好 古泰有跟大家講 只要你劃一條線 那一條線 那一條線 那個K棒很輕輕鬆鬆的就直接給你拉過去 那一個線 根本就不是多空必爭之地 好不好 講完囉 夜盤的最高點 633 好 剛剛給大家台子期的日盤 現在給大家全日盤 全日盤在664 一樣 古泰之前已經教大家怎麼看了 日盤的三個價位 加上全日盤的三個價位 由高到低排下來 劃六條線 你就知道 明天 台子期的 哪一個關卡 哪一個 一個關卡 一個關卡 慢慢 看 好不好 就六個關卡 一道支撐一道支撐慢慢看 現站上去你就做多 跌破你就放空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事實證明 633 有沒有發覺很屌的一件事情 很屌的一件事情 好 古泰講完了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今天的市場戰警監控圖 今天的市場戰警監控圖也是一樣 好 沒什麼好講的 基本上就大概五波啦 大概五波 那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今天呢 多方 選股的部分 幫大家就是選了這幾檔 大家就自己看一下 像漢女伯 然後 泰鼎這個古泰之前就 握射一杯都給大家 然後華碩 華邦店 可乘 好 華金客 這個大家就自己看啦 古泰就不講了 好不好 好 然後 然後 你不走 趕我屁事啊 大家去看一下原相 原相 原相這個應該是 有除喜還是什麼的吧 除泉 然後中化生 自身 南地 廣語 你自己看一下7月2號 你自己花一條線嘛 7月2號嘛 古泰就已經跟你講了 7月2號嘛 然後勒 然後勒 強茅 7月2號 你自己看一下 古泰不想講了啦 然後勒 這些大家自己去看啦 然後借鈴 7月2號 有沒有發覺 7月2號 就是 一個非常 很多股票的轉折點 所以短線上大家就自己特別留意一下 古泰已經有跟你講了 然後看一下百元充關的 你看盛群 日月公投空 聯陽 OMG 華遜 華遜 7月2號 你自己回頭去看一下就好了 你自己回頭去看一下就好了 好不好 這個大家就自己去看啦 古泰就 快速的帶過啦 然後強茅 強茅剛剛看過了 你看 7月2號 有沒有 反正大家就自己特別留意啦 有時候 第一 線型一定 有人跑的時候一定有人會跟你講 主力一定會跟你講 這個你看 你自己畫一條線 7月2號 講到不想講 好不好 這個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人氣六檔 人氣六檔 TOMG大家就自己看一下 好不好 講完囉 講完囉 好 那今天呢 就簡單分享到這邊啦 那原則上 原則上不用太緊張 原則上 目前還是很強 不要去亂空 好不好 不要去亂空 那我先跟大家講啦 大盤呢 大盤呢 加權指數 指數已經連拉三天 而且三天他都可以站上TU 原則上 原則上 明天再收上TU的機率很小 也不是很小啦 就是比較偏小了 比較偏小了 好 好 原則上啦 就古太剛剛講的那兩套劇本 好 明天如果 吉拉 碰TU 再破TU 這邊他就算要回檔 也是小煞而已 也大概是小煞而已 所以明天古太也不會在這邊去做放空啦 你如果是短線當充要去放空的 那個利潤可能不會太多 那第二種走法就是幹嘛 他就是明天在TU附近上叫做震盪 最後一盤 沙尾盤 他可能在最後一盤沙尾盤 這樣聽得懂嗎 可能在最後一盤沙尾盤 可能在一點過後啦 那 說不定古太講的是錯的 反正 古太有跟大家講 古太也不是說什麼要當什麼算命師 還是未來師 不需要 古太有跟大家講 我們現在此時此刻 就是做盤後 就盤後的一些東西 我們自己做功課做規劃 明天的盤勢如果符合我們其中一個預期 你就不會 兵荒思錯 對不對 你就可以很安心的 昨天這個劇本我有Re過喔 所以咧 你就按照你昨天心中想的去做單 對不對 如果 今天盤中你看到的 現象跟你昨天的預期不一樣 你就空手嘛 沒有交易就沒有傷害嘛 對不對 你明明知道今天跟你想像的不一樣 那你何必呢 你何必急著要進場去做 不需要 不需要 好不好 古太已經講完了 好不好 OK 那聽說 聽說 基本上 那個廠商有機會在11月底或者是12月限市了 有機會了 限市了 大家 期待一下 基本上 古太也蠻期待的 好不好 古太有大概看到一點東西了 那基本上 還 古太覺得還不錯啦 好不好 OK 那 反正 大家就自己特別留意 古太常常跟大家講 基本功 你要紮實 基本功你要紮實 像 古太 基本上 現在已經幹嘛 沒有TUMD 其實 因為TUMD是古太寫的嘛 對不對 所以 古太其實有時候幹嘛 操盤 古太看一下現行 我古太也沒有在看TUMD的 根本不需要 因為TUMD已經內化在古太的心中了 對不對 只是有TUMD 古太基本上 會比較幹嘛 下單會比較大一點 會比較順手一點 就像古太有沒有跟大家講 古太也有看錯的時候嘛 因為上禮拜 古太是看什麼 古太是看什麼 區間整理嘛 禮拜日的時候 古太是看區間整理嘛 對不對 可是區間的上緣在哪裡 在375跟395 古太看錯嘛 事實證明古太看錯嘛 看錯 要幹嘛 認錯啊 站上去 就做多啊 有什麼難的 請問一下 有什麼難的 我們 預先 古太禮拜日 預先規劃的劇本 叫做區間整理嘛 他今天把區間整理的上緣 給他站上了 所以 所以 那個劇本 那個假設還存在嗎 不存在了嘛 不存在 你是不是就要 蕊心的搞 你是不是要蕊心的劇本 就這麼簡單 交易就是這麼簡單嘛 按照訊號 把自己當成機器人 超盤 很難嗎 而且古太有沒有跟大家提醒 站上就是做多 站上TU就是強加工 啊你還留空單 你空單還不停損 事後怪誰 事後怪誰 賠錢要怪誰 對不對 就像我問大家一件事情嘛 KD超過80 叫做超賣區 不是超買區嘛 誰跟你講超買 他就不能繼續漲 可以啊 可以啊 對不對 傳統的技術分析 叫你KD80以上賣掉嘛 賣掉對於市場來講 就是幹嘛 賣出一張股票 也就是放空的意思嘛 還是有人把他放空嘛 大部分的時間點 你事後回頭看 KD大於80 你跑去放空一定都有錢賺 可是一定每一次都這樣啊 不一定嘛 啊一樣的道理嘛 我們交易的過程就是 本身就是不斷在認錯 不斷在修正嘛 就這麼簡單而已 好不好 停損停利設好 你要做多要做空都可以 好不好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那祝大家接下來操作順利